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一岁的小朋友已经开始牙牙学语了 你问他们问题 小朋友会透过单字和动作来表示答案 这个时期的小朋友体力会增强 学会走路、走路梯等等 亦都开始扩展活动范围 透过歌曲、图书和影像 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唱歌 增加接触语言的机会 再加上这个时期的小朋友 是可以轻松地吸收和掌握语言 所以为他们创造一个生活化的英语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家长的角色并不是教小朋友如何用 而是和小朋友一起玩的学习伙伴 要培养小朋友将英语成为其中一种母语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期 但是她也不肯遇用 叻子2 一音乐 一音乐 坦白 二音乐 霸鸟 亦 Een 多音乐 一音乐 芪 Local 那你 如果我不是很以续 declaration 是给各位大家分数 不投放声 好 以及溝通的能力 將教材裏面的歌曲、書本、玩具 一起使用 就可以讓小朋友自然學懂 閱讀裏面的生字 了解當中的內容 以及培育認知能力 例如顏色、方向、形狀等等 同時亦都會幫小朋友 培養出正面的品格發展 讓他們明白、分享 以及輪流參與的概念 現在是你的回合 其實我大女兒出生不久 我已經讓她聽這道教材 她大一點的時候還讓她看書 最大的意外收獲 我覺得她很有節奏感 很快就已經聽到音樂 會自己懂哼、懂打拍子 覺得她比同齡的小朋友 英文的程度是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她半歲的時候 已經會懂得自己 講她身體部分的名詞 我很想培養她喜歡看書的習慣 因為這套教材有很多書 現在看到的書 她都會主動拿來看 這個教材最大的幫助 就是跟我去考幼稚園 之前已經聽習慣了很多英文 當她面對外籍老師做interview的時候 她一點都沒有協償 也都很喜歡跟老師交流 我和我先生都要上班 Welf Family Club裡面有個程式 是教姐姐怎樣用的 參加完之後 她都很懂得怎樣運用這套教材 給BB用 另外一個挺特別的服務 就是Telephone English 每晚我下班之後 BB都可以透過電話 跟美玉姐姐聊天 聽她們唱歌 從而鍛鍊到BB的聆聽 和說話的技巧 好了 MING PAO CANADA